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 這個數位內容資訊安全裡面的使用者認證 使用者識別 那在使用者的身份鑑別上面 我們知道 這個使用者呢 他要辨識某人他是不是合法的系統使用者 那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他的身份 再來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是那個人 所以除了確定身份之外還要確定他的確是那個人 所以 不但能夠識別他是使用者的身份正確 還要避免 有人冒充他的身份來做事情 那要達到這樣子的目的呢有幾個做法 一個是透過證件 比如說他有這個 條碼 磁卡 IC卡 智慧卡這些 我們時下 大家很親 很常看到的這些 設備 那再來呢就是透過生物特徵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指紋啊 手紋啊眼紋 紅墨 那也有說透過行為 比如說聲音 我們講話有音頻 然後呢 還有筆記 寫字的這個筆記 以及鍵盤打鍵盤的這個 力道 還有加這個滑鼠 這些呢都是屬於行為上的操作 那他 都具有唯一性 所以 這個 可以拿來做識別使用 那其實呢這些東西都還是要有額外的裝備才可以去使用 所以一般來講 各位比較常見的還是透過 使用者的帳號跟密碼 來達到這樣子的一個 效果 那在證件 證件驗證的部分呢 可以產生一個 條碼 然後呢比如說 這個 QR Code 也是可以拿來做這些事情 好 那QR Code的產生 一般 我們都是 透過條碼產生器 假設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好那各位呢可以透過Google的這個搜尋功能 去找QR Code產生器 那這邊有很多免費的產生器 各位可以 在這邊查找 比如說 挑一個 像這個 那他這邊呢可以 針對 你要是針對連結呢 或者是FTP的站台呢 或是Skype或電話號碼 都可以幫你產生QR Code 好那我們以 網站為例 假設我是把 這個 我把自己的網站呢 變成QR Code的話 那底下呢有尺寸 你可以選他 然後還有版本的密度 還有容錯率 你可以去選擇 比如說把他變成要 大張一點的 然後按產生條碼 好那產生條碼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QR Code產生 所以你可以 把它下載下來 或者呢 他有一個連結 底下有一個連結 你可以把這一段連結呢 寫在哪裡 寫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你的網頁程式碼 那你就可以 好那你的網頁上就可以 出現這張圖 讓使用者去拍 好那你可以 另存新檔 把它 下載下來 這是QR Code的部分 好那QR Code的產生 有非常多啦 有興趣的可以去 做做看 QR Code的應用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個 情境 好就是 假設呢 好我今天有帶手機 而沒有帶磁卡 那我也沒有帶這張卡 因為你的QR Code很有可能被複製 就被 盜用 那怎麼辦呢 好那你有一種做法就是說 可不可以呢 在 有一種 門禁系統 那你人在外面呢 你只要 登入系統之後 然後呢你的系統上面 處理完之後 產生一組QR Code 顯示在你的 手機上 好那你的手機呢 對著門上的掃描器 去掃描 那系統 在門把上的這個 掃描器掃到的QR Code 跟系統裡面產生的資料 是一致的 那他就幫你開門的 那他的好處是 他可以動態產生 所以不會有 永遠用同一組 然後會被偷到的問題 OK 好所以這是一種應用 各位可以去思考 他應用的 情境呢蠻廣的 好再來講磁卡的部分 那磁卡呢本身有磁場的訊息 好那像早期的電話卡 停車卡這些呢都是用磁卡 那現在比較少用了 因為他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他放在車子上面 太陽曬容易變形 然後呢如果你把他靠近這個比較大的磁場 比如說 大型的喇叭 或者是 這個變電鎖啊或者是一些 電源供應器 他有比較大磁場的 就會可能受到影響 可靠性是比較低的 那他的優點當然是成本比較低 但是 也隨著時代的改變 現在已經 不太符合使用 好那接下來呢講IC卡 那IC卡是由數個 機體電路所組成 那他有記憶功能 好那IC卡跟目前使用的磁卡最大差異就是說這個 有記憶容量之外 他安全性也比較高 而且他的資料呢是可以寫在IC卡上面的 那早期的金融卡 早期的金融卡 IC電話卡呢都是用這個 那像這個iCache呢也是 那智慧卡的部分呢 他有這個 體積小方便攜帶的特性 那他有少量的記憶體 跟這個運算能力 所以他最大差別呢 在他可以做計算 雖然你的智慧卡其實 比較像是一台電腦 只是沒有螢幕跟鍵盤而已 那生物特徵的部分 我們剛才已經介紹過 比如說指紋 手型眼紋 臉型都是 像 各位如果用iPhone呢 他除了指紋辨識之外 還有一個 比較新一代的就是 臉部的辨識 讓他可以做到3D的 辨識 所以呢這個具有唯一性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去了解 他可以應用的層面蠻廣的 好那行為差異性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講話每一個人的聲音 音頻音率都不太一樣 包括音量也不太一樣 所以他有他的獨特性 那這個除非呢你是透過 特殊的方式去圍造 不然 一般的話你要去模仿出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在音頻音率都一樣的情況下是比較 比較難的 好那每一個人的寫字的力道 字型字體還有轉折點 用力的強度不一樣 所以 這個 每個人都有他的獨特的寫字的方式 那也形成一種特徵 好那打字的速度跟力道呢也是會 有差異的 所以不同的人在打同樣的字的時候或者密碼組的時候呢速度是不一樣的 那可以 用詞 用這種方式 來識別這個是不是正確的那個人 好那在生物特徵的裝備 裝置 好那在生物特徵驗證的 裝置上面有幾個我們要評估的 第一個就是 錯誤接受率 錯誤接受率的意思就是說 他明明就 不是合法的使用者 但是呢系統告訴我他是合法的 那就是誤判嘛 喔 不對的人你讓他進來 這個應該是比較嚴重 那另外一個叫 錯誤拒絕率 False Reject 那什麼叫錯誤拒絕呢 他明明是合法使用者 可是你卻把他誤認為他是 不合法的使用者 那這個 在情節上來看 這個 只是合法的使用者不能進去而已 相較前一個 錯誤接受率來講 這兩者 我們想 我們可以 想像得到 我們在使用設備的時候 寧可 這個 錯誤拒絕率 有一些 那最好是 錯誤接受率呢 接近於0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希望任何一個 不合法的人 因為誤判而進入系統 或者進入一個領域 這是我們 比較 concented 比較重視的地方 再來就是活體驗證的部分 因為 各位看很多影片 這個 不管電影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 情節都會出現 比如說他是指紋辨識 那早期馬蓋仙他就是用 蠟 再加上這個碳粉 就把一個人 握在杯子上的指紋 拖映下來 用這種方式來 驗證過關 或者是有一些電影裡面演到 把人的眼珠子挖出來去 做這個紅墨檢測 這就是什麼 雖然有這些資訊 但是人是不是活著你不知道 就造成這樣的結果 所以呢他 有多了一些 比如說活體驗證 你要有這些 生物特徵之外 他還是要活體 這樣才是OK的 再來就是驗證時間 就是你不要搞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登入時間要花個 十幾二十分鐘 這個系統絕對會失效的 因為 沒有人可以忍受 登入一個系統 要花這麼多時間 好那講到 Password 就是我們講的通行密碼的驗證 那顯然系統裡面要 一個地方儲存 這個 合法使用者的 ID 跟他的密碼 做一個對應 好那如果這些通行密碼呢沒有保護 那代表說什麼這個 通行密碼呢很容易被 創改 對不對 因為你只是把它當檔案儲存起來而已 那 很有可能 被有心人士呢 直接看到 密碼的內容 或者是 偷偷去修改他 這就不是 一個好的做法 好所以通行密碼 檔呢 必須要做什麼 加密 或者是一些 好的保護 那像在這個 UNIX系統底下 他是有加密過的 而且呢要做這個存取控制 只有特定權限的人 才可以去存取這個檔 而且這個檔是加密過的 好 這個 Password呢 來做使用者的 身份驗證呢 是很簡單 那 但是呢如果說 你 使用者呢為了方便記憶 所以把密碼設得很短 比如說只有四個character 只有四個 由數字或字母所組成 那就會 容易被 拆到 因為他的 變化數 不夠多 就容易被拆中 所以密碼呢絕對不能設得太短 要長一點 好那一般的這個使用者 身份鑑別的系統呢 現在已經開始會 搭配多種的 方式 像各位在登錄 一些帳號呢 他會有二階段的驗證 那也有搭配各種設備 比如說使用 IC卡 跟 通行碼一起合作 你插卡之後要Key密碼 就像我們的這個提款卡一樣 你插卡之外還要輸入密碼 兩者確認 正確的 資訊之後 才可以讓你進入系統 所以這是一些 加強安全的一種做法 好那在做身份鑑別的流程呢 是這樣子 第一個呢要識別身份 這個身份呢是代表說你是不是 可以有 合法使用權的這個使用者 再來是 你是不是 你所宣稱的那個人 就是鑑別身份 所以這是 兩個流程 好那整個系統 你在建置的時候 大概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就是先註冊 因為你在系統裡面 出來乍到對不對 所以要先幫你建一個帳號 所以這個呢是屬於 註冊階段 那向誰申請 向系統管理員申請 申請到之後呢 他會給你一組密碼 那這個密碼呢通常是分配給個人去管 好那進入系統的階段呢 這個階段 他要讀取一些資訊來 問你 你是哪一些人 你是哪一個人 然後請你輸入密碼 所以各位 一般在登入系統的時候先輸入 帳號跟密碼 這兩個資訊輸入完之後 輸入完就會進入第3個階段 他去驗證 驗證什麼呢 系統裡面是不是有這個人 也就是說有沒有這個account 有這個account 在驗證你的密碼是不是對的 是的話那我們就知道說 你是這個人 而且 你有 這個人的密碼 所以我認定你就是那個人 用這樣的方式來驗證 好那 在密碼的設定上面啊 會有幾個威脅 第一個就是 你的密碼很有可能遭受字典 攻擊 各位可能會覺得說為什麼會有字典攻擊 因為呢 如果說 你為了方便記憶 而把一些單字 拿來當作你的密碼 比如說你把這個 Snow 雪花 拿來當作密碼 它只有4個字母對不對 好 好那你就講說我Snow 然後再加一個 別的東西 比如說Snowball 雪球 好那你覺得 這個沒有人知道我用 我會用這樣的一個單字啊 可是呢 在 這個網路上呢 有一種叫字典攻擊法 它可以這個 透過單字的這個 測試呢 很快的就會破解 好所以呢 我們盡量避免用字典裡面 存在的字 去當密碼 因為這個很容易就會被猜中 那猜這個攻擊法呢 基本上這種 Gathing attack 是 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去收集你這個人的個資 包含你的這個 生日啊 還有這個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結婚紀念日 反正我就是 跟你有關的資訊 我就盡量去收集 好那我要開始猜你可能會用什麼當密碼的時候呢 我就把 生日 生日呢 拿來 這個修改一下 換換位置 把它反 反過來 用這些方式呢 來做 甚至呢 會把你的 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生日拿來 試試看 這就是用猜的 那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猜測呢 你想想看你自己在設定密碼的時候 你一定會 怕忘記對不對 你怕忘記你會做什麼事情 你怕忘記你是不是就會拿 你覺得 你很重要的朋友 比如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生日拿來做或者是把 爸爸媽媽 的這個帳號密碼 的那個 生日拿來當密碼 設定進去 那這樣子的東西其實很容易就會被拆中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 不建議 不建議 使用跟各自相關的資訊 當作密碼 Even他是你的家人 即使是你的家人 也不應該把他的資訊拿來當作你的密碼 這很重要 好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種叫 Blue force attack 就是 其實他就是把 假設你有四個位置的資料要填 他就是從0到英文字母的z 把各種可能 排列呢 E位給系統 然後去看他的回應 那這麼多總是會有一組成功嘛 這種叫做暴力破解 最差狀況就是什麼 看你有幾個字 有幾種變化全部都跑一趟 那就是 窮局法 那各位可以想像嘛 因為現在電腦速度非常非常快 比以前 快了好幾倍 所以呢 現在的 以前你可能覺得還蠻安全的 現在來講 其實 基本上是秒殺 很快就會被破解掉了 所以各位呢 在設定密碼的時候 千萬不能太 設的太短 太短就有很高的這個風險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種叫重送攻擊 因為各位都知道我們 在網頁上 有一些網頁他會需要 記住你的這個cookie 或者是有暫存 空間 那這些呢都會保留你的密碼 那 如果說你的電腦中了病毒或者是中了一些木碼 他在特定的記憶體區段把這個你的密碼 保留住 那甚至呢當你登出的時候他並沒有把setion清掉 假裝 讓你看到他已經登出事實上沒有登出 然後把他剛剛 所握有的你的資訊 比如說你的密碼 再重送一次 這種要重送攻擊 那重送 攻擊之後呢 這種呢就有可能因為 你的資訊呢是一樣的 那他就讓你進去系統 所以這個怎麼辦呢 一般來講我們通常會考量到一個 東西叫 10截 10截 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設呢你已經成功登錄一次了 好那接下來你的第2次登錄我會計算一下你的時間差 如果那個時間差太遠的 我們就會把他當作 這是另外一次的登錄 我們就會跳回 重新輸入帳號密碼 的地方讓你重新key 以避免呢 這個 有人使用重送攻擊 那這個在系統設計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我們叫Session Session的部分 或者是你做時間的失措 Timestamp 來掌控 避免呢做重送攻擊 那用騙的 這個詐騙集團最常用的 行騙法就是 我用打電話跟你 哈拉拉勒 假裝我是這個 你認識的人 這是一種做法 或者呢 我做一個假的頁面 或者登錄系統的頁面 讓你看 那你誤以為這是真的系統 然後你在那邊key了半天 結果還是沒辦法進系統 原因是這是假的畫面 那你的帳號密碼在你剛剛key的時候 我已經把它記錄下來 這就是行騙法 好 那講了這麼多呢 所以關鍵各位可以理解 關鍵在哪裡 密碼要夠長 要夠複雜 所以 這邊就探討到你的通行碼要怎麼產生 所以你在 你在選擇密碼的時候 你要盡量什麼 避免遭受這個 字典攻擊 的這些字呢不要用 比如說單字啊或者是跟你 個人資訊相關的 或是鍵盤排列 像有的人就會用 QWERT 覺得很帥 這幾個字好像 沒有任何的 關聯性 QWERT 結果呢各位看一下鍵盤上的QWERT 他就是什麼 有順序性的 這樣安全嗎 這樣很不安全 那你也不要說 我用ASDFG 我再長一點好了 ASDFGHJKL 感覺好像很長 不會有人知道 事實上他有關 關聯性的一路下來 就很容易被拆 甚至 我也不用拆 我就站在你旁邊稍微瞄一下 我就知道你的密碼是什麼 因為 太有規則了 我看你這 手指頭鍵盤一路按過來 就知道你的密碼是什麼 這根本就不安全 OK 所以鍵盤的排列 盡量避免使用 好那也不要在很多台系統裡面使用同一組密碼 為什麼 因為一破全破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這個 你有 四五個系統你全部都用同一組密碼 這樣是很不好的一種 密碼設定法 好那要選擇什麼 這個 不被拆中的 這個 密碼長度呢至少要8到12個字母 其實是character啦 因為包含數字啦 那在這邊呢各位要去 注意到8到12是它的長度那 這裡面的變化除了數字之外應該要包含大小寫的英文字母跟這個 特殊符號 所謂的特殊符號呢就是 警字號問號 這些分號 我們常用的標點符號這些都屬於什麼特殊符號 把它 加進來 當作你設定密碼的一部分 那是一個 比較好的做法 那一個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隨機產生嘛 問題是 隨機產生 缺點就是記不住 因為 完全沒有規則 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你根本就記不住 那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有人就會把它說好那我就用電腦產生結果把它寫在 筆記本上以避免自己忘記 這個 就失去意義了啦 因為 你把它寫在記事本上很有可能被翻閱被入侵看到 總之呢 不要寫下來 因為這樣子其實是蠻危險的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